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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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美 你先别着急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地配合他们的调查 回头啊 我再跟你解释 赵局 我找你是想告诉你 我们这次调查的路平是我多年的战友 考虑到这层关系 我申请回避这个案子 我跟他们家人的关系太熟了 他们一定会问我有关案情的情话 我不想因为这层感情因素 影响我对案子的判断 这样的话 对工作也不利 好 我知道了 那好 我忙别的去了 老房 我就问你一句话 依你跟路平的了解 你觉得他有问题吗 说实话 我跟路平是多年的战友 他是什么人 我最清楚了 我相信他的为人 家里所有事情都在这儿了 你自己看吧 你自己看吧 好 丁女士 最近你们家的存折 有没有被人动过 不知道 那这条呢 这 这是我们结婚纪念日 老陆送火的礼物 假的 我们家怎么可能 买得起真的呢 假的 那我们可以拿回去 检验一下吗 你妈也拿什么 拿什么去 丁女士 你要去哪儿 我去找我老公 你们管得着吗 方硕 方硕 事情您基本查清楚了 就这个叫陆瓶里人 贪了五十万 你看 这是他原始盒子 这个是篡改以后的单据 这个家伙 肯定是知道 已经躲不过 审计这一关了 就携款逃跑了 你们方硕 还有别的安排 把材料给我吧 怎么 有 有 找您 喂 郑刚啊 是我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必须跟我说清楚啊 我 你先喝点水 原来他们是方叔的朋友 别着急 我能不着急吗 我只想 我就想你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好端端的 为什么会有人告老陆啊 后妹 你别问了 老陆的案子 不会我管 我已经申请回避了 我现在跟你谈话 也是请示领导批准的 我只是作为一个朋友的身份 在跟你谈话 那 那我想问你 他们说老陆贪污公款 你信吗 你们是这么多年的朋友 你还不了解他 他是那种人吗 你们反贪局的人 跑到我们家翻箱倒柜的 还把老陆送我那条项链 拿走了 后妹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可是 光激动也不行啊 你好好想想 最近这段日子 老陆有什么地方 不正常吗 你什么意思 连你也怀疑他 我们的责任吧 是把所有的事情 都查清楚 可是 现在单位举报他 又有确凿的证据 可偏偏这个时候 老陆又失踪了 你说能不让人怀疑吗 你 虎妹 你是他最亲近的人 他的情况你应该最了解 他到底出什么事呢 方正刚 你是不是连我都要怀疑啊 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帮你们 你现在最应该帮的就是 赶紧去找他 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你还是他的老战友呢 来 龚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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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你去哪儿 啊 晚报 到江州晚报 谢谢 哎呀 你别给我打叉开 你告诉我你怎么做吧 后天就考试了 你不说肯定会压那么提吗 哎呀 你等会儿 等会儿 我挂了你打过来 每次都说我打给你 上个月我们家电话费都好几百呢 哎呀我爸都说我了 好了好了你我挂了你赶快打过来 说到哪了 是我 我是陆小雅 小雅 你别哭啊你 你别哭啊 哈哈哈哈 我的天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这么多年 从来没给你送过一件像样的礼物 结婚的时候连个戒指都没有 可是你为了我 为了小雅 为了我们这个家 真的让你委屈了 你今天是怎么了 都老夫老妻的 还说这些干什么呀 走吧 我们回家去 我给你们做饭 就小雅 你 我 我们三个人 就我们一家三口 好吗 回家 小雅 小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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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吃饭了 爸 刚才小雅打电话过来 她哭了 爸 陆叔叔到底出什么事了 当人的事小孩别管 以后 你多陪陪小雅 咱们发生了什么?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他的护照没有在走 但也不能排除 他又为什么做产线出逃的抗议器 根据目前情况 马上通知警方 全面通计 好 我马上去办 赵军 你又不舒服了 昨晚没休息好 没事 别老吃纸腾片了 吃多了伤胃 好 喂 陆平找到了 好 等着 高级是吗 好 是我 你好 你好 哥 我来吧 这边 星辰004点钟 一个货车司机把他送来的 我们看在身上没有什么伤 又明显是被人打的 于是就赶紧拨打了110 具体的情况 你可以去问那个司机 这是他的手机号码 他的伤势很严重啊 老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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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病厂病完全特定危险 你现在不能进去 他是我账河 怎么会追 怎么会追 你冷静点 你别这样 怎么又是你们 他都成这样了 你们还想怎么逼他 他现在这个情况 傻子都能看得清楚 肯定是有人想害死他的 是这样 你爱人刚送来的时候 伤势不清 我们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 对他进行了抢救 现在虽然还是昏密状态 但是已经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了 你还是先去把住院手机扒一下 好 好的 好的 赵决 赵决 丁雾梅现在的情绪不太稳定 我跟他毕竟是朋友 我跟他毕竟是朋友 沟通起来应该会容易一些 如果说他说了什么对安晴有帮助的东西 我第一时间就向您汇报 也好 对不起 您卡里的月额不足 刺客孙 那只是一个事 ಠahah 我给你周朵 雖然想要说 你同时 我去找我 你给你的身份 你我去找我 你再找我 我来看看 我为你帮你看 你帮我来找我 你帮我来找我 你帮他 你帮我 Companion 你帮我迎接你 可你们现在更应该去做的 就是找出那个害他的坏人 我们会的 所有的事情都会调查清楚的 我们家老陆没问题的 他都被人打成那样了 为什么还不能证明他的清白呢 他什么话都会跟我说的 他绝不可能为了钱 去干那种事的 后梅 那根项链是真的 十多万的 最起码在这件事情上 他没有跟你说真话 当时真是太玄了 天又黑倒有险 这也是换个迷动点的 肯定就给他压死了 我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 现在想起来都害怕 大哥 你没事吧 大哥 行行行 大哥 从医院回来 我一直惦记着这事 刚才我从板报上看到的寻人启事 我一瞅 这不就他吗 就赶快打电话通知他的家属了 那你凭什么判定 那个人是被抢劫了呢 这还用问吗 身上的钱包 手表都没了 再说了 前日子这一代 就出过这种事 电视台的法制栏目 还报道过 小杜 马上去核实一下 好 解放那儿酒吧 接你身杰 咱们继续不要去艺术宾了嘛 那好啊 我正好在旁边那家店里 看到一条裙子 情组的妈好几次都不够门 好不容易等到这大军 让一下让一下 神经病 上课走时被老师骂怪谁呀 亂撒什么气啊 大夫 陆平被发现的时候 还能爬行能走动 为什么经过抢救之后 就昏迷不醒了呢 我也很奇怪 他的伤只是外伤 头部受的伤势也不大 脑干也没有受到伤害 按道理说应该醒了 那依你的判断 他什么时候 都能清醒过来 这可就难说了 只能继续观察了 我们会二十四小时 对他进行客户的 你好看的 我爱你 我爱你 从来 从来 你最后 你最后 你怎么还要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真的 你能不能 我爱你 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丁杰 喝点水吧 谢谢 阿姨 我想问一下 我爸住哪个病房 你爸叫什么名字 我爸叫陆萍 妈 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我 谁来的 这越深一带的地方嘛 你给我回去 妈 我爸怎么样了 我担心 你担心人吗 你爸没事 你给我回去 妈 我求你 你这孩子怎么一点事都不懂的 你爸没事 他好好的 你给我回去 我一直没事的 小雅 去 哎呀 你们想累死我呀 不是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让我多招呼他点儿吗 哎呀 这次放学我看他有点不太对劲 我都急了 怕他出事 我跟人技术还不错吧 你丢这点有点传给我了 你胡闹什么 我让你是多陪陪他 哪让你跟着他了 赶紧回去 你们大人真是不可理喻 你们大人真是不可理喻 你 真巧啊 从哪都能遇上你 哦 我是来问我爸要电卡的 我们家那件又没电了 赛不买电又上那次大半夜黑灯下火的 他老干那事 对了 你饿不饿我请你吃麦当了 好 我们家财产可都是归我管 让他们那些大人瞎忙活去吧 你一路上都跟着我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答应我 问问你爸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准确地说 他什么也没跟我讲 我明白了 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打电话给你的 就算你知道了 你也不会告诉我的 哎 哎 小雅 你别这样 他真的什么都没跟我说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爸跟你爸那么好 肯定会帮他的 我爸是好人 他不会更坏事的 我爸 Ari 他是不是 是的 jeg 还是 我很 我 中文字幕視聴者 李綺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算那条项链是真的 那又怎么样 他肯定是怕我鲜贵 不舍得带 所以才一直瞒着我的 郑康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清楚 当时结婚的时候 还是我们家东平西凑地凑了点钱 结果婚没结成 他牢牢又过失了 他们农村那么大一家子的人 就光办个丧事 就把结婚的钱全花过吗 后来 他一个人常年在部队上 我一个人带着孩子累出了病 就连做打手术的时候 他都被来得及赶回来 你怎么来了 你都病成这个样子 你都病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告诉我 我没事 真的 这家里一家外 大的小的 真的让你受苦了 这次回去 我就向领导申请转业 不行 我不能耽误你 你什么都别再说了 那场大病以后 老陆一直小心翼翼地 生怕累着我 他对我真的很好 现在他出事了 也该轮到我照顾他了 就算他醒不过来 我也会 守着他照顾他一辈子 头疼好脸了吗 好多了 我记得你的博士的时候 就老这样 晚上睡不好 你就会头疼 一头疼你家里吃纸粉片 纸多了牛尾一头 我看你真应该 去把无视间区医 好好尝尝 别老记一下吃药 都老毛病了 习惯了 我记得你这两天 没准备吃药 要不这样 一块去吃点 不用了 我也不用了 我怎么觉得这两天 你老躲着我 没有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讨厌 怎么会 如果你是因为以前那些事 我觉得你根本没必要在乎他 反正那些事对于我来说 早就过去了 攀片了 其实现在想起来 那个时候的我真的挺可笑的 年纪又小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每天竟瞎折腾了 哎 那个时候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特可笑啊 不 我觉得你特可爱 但是我们俩不合适 我衷心的希望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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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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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